确定ZAR模型的适用于ADD的目的是表明是否满足模型的假设 以及该模型可以可靠地应用于哪些化学物质 一般来说,这对于差值而不是外推是正确的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普遍接受的演算法来确定ADD EQVM Workshop 52报告和建议中提供了全面的研究 有相当有系统的方法来定义差值区域 该过程包括异常值去除和使用和加权采样的几率密度分布方法 有多种方法可以确定定量构效关系 ZAR模型的适用于ADD1 使用和加权采样的异常值去除和几率密度分布方法 这是定义内差区域的系统方法 该过程包括异常值去除和使用和加权采样的几率密度分布方法 确定定量构效关系ZAR模型的适用于ADD的每种方法的优缺点可总结如下 1.差值方法 此方法涉及使用异常值去除和使用和加权采样的几率密度分布方法 来确定ZAR模型的ADD 它是定义差值区域的系统方法 2.杠杆方法 此方法是基于建模分子描述符的帽子矩阵 化学品训练级的适用性域ADD可以透过分析训练化合物的多元描述符空间的属性来研究 或透过距离或相似性测量间接研究 使用距离度量时应注意使用正交且有意义的向量空间 这可以透过多种方式来实现 特征选择和连续组成分分析 确定ZAR模型的适用范围有几个挑战 包括 1.定义 ADD 没有单一的普遍接受的演算法来决定 ZAR模型的适用范围 ACVEM Workshop52报告和建议中提供了全面的研究 2.异常值去除 异常值去除是决定ZAR模型适用范围的重要步骤 2.异常值去除